- 烈大夫中医教室,主持人张怀烈中医师 好了,来到第二节的烈大夫中医教室 今天,烈大夫你喝什么酒? 红酒 红酒有没有机会抵抗武汉肺炎? 现在暂时研究没有,但前段时间有人说 喝泡泥可以,但我仍然贊成喝泡泥 喝泡泥可以养生,可以令到心脾气和 但记住,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对抗武汉肺炎 但说真的,理论上,增加免疫能力的方法还有很多 包括做运动,早点睡觉,不要喝那么多酒 找中医,然后应用中医药,强生健体 我个人认为,喝水也可以 因为只要你喝得多一点,烟喉里面 任何的被你冲进去吃 基本上就完成了 喝水很重要的 没人说过,在食物方面会感染武汉肺炎 呼吸力 最近好像说木瓜都会中 是啊 是啊 我相信是试剂问题 那个我觉得非洲兄弟是玩东西 对了,坦桑莉亚的朋友拿了哪里的试剂 哪里的目标 没错了,这些试剂 濫于充塑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某国做的东西会爆炸 好了,列大夫和陈仔 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下来,很明显冲击我们香港的医疗制度 又做任何东西都指指点点 又是做得不好,又是做得慢 又是这种方法不努力,这样那样那样 那香港检验这个武汉肺炎 我了解是应该是单一测试的 那而上面那些所谓的专业 它的专业在哪里得来 没有人知晓的情况之下 这班的,不知道真还是假的医护人员 就说要用这个五合一 或者甚至无十合一的混合测检 那两位专业人士,哪个只是肩 哪个只是流 即是哪个会比较准一点呢 诚仔,讲讲什么叫单一测检 和混一测检 我们现在香港都用一个单一测检 就是可能假设性这个病人 他有可能有无汗肺炎 那我们就专针对他做一个测试 原来说抽血 是的,即是万一我有事 那就是读我的 但是呢,如果混合测试的时候 即我们叫五合一 那就假设其中一个有事 那因为人手不足的问题 我们要集合五个人一起来做测试 就好像一个group discussion 一个人对着五个人一起测试 即是将他所有的样本 全部brand在一起 是的,没错 拌乱一起测试 brand了威士忌 是的,变成有的情况之下 如果有五个人分开来做测试 没有的话 就五个人不需要做测试 是的,没错 没错 那好了,在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香港 其实呢,据我了解 亦都看了香港的化验 诗总会的主席也说过 他也说过 其实呢,香港无人做不到 你给个地方我们 给足够的机器我们 即是如果24小时 每天做足了 就是1300几个 sample 如果做140几台机 换句话说呢 其实是可以做到 每天有20万的 sample 是的 但是林病月娥呢 哎呦,我说了他就叫林病月娥 不要紧要 医下我 每人都有病 是的,有病 痴里根没什么 是的,是的 他说呢 香港就是一样东西都不足 当然是要接受伟大目 和高尚 和这个坚庭的祖国 派人来来绑守 就是自我就阉割 自我就矮化 自我就踩下自己的本高人 我都不理你这一样东西了 其实混合来测 烈大夫最紧要问你的问题 是濫于充数 把数据下去 製造封工位 即是地有多大产 人有多大胆 就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东西 以及习近平死命令 要来帮拖 要做到你做8000 5000不行 要做20万 这些我都很了解中国人的心态 但是究竟行不行 我又忽然想多一点 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 你一个变十个 加速十倍 然后我跟你说 我们帮了手之后 你的速度一天可以减十万 是是是是 封工位积 所谓可歌可歌 这个数据 天地动鬼神 只有中国人做得到 对了 就香港人做不到 没错 第二样东西就是 好了 你刚刚说 你要做了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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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需要的就是 好了 如果你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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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现 他那十个人 他有其中一个人中招 你要再抽 OK 没问题 但是他透过这个东西 能够增加到 就是香港刚刚 香港其实本身是足够的 但是 现在你硬要推到那个数 那你就要用更多的人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更大的动机 要用更多不同的类型 各个的专业人材进口 然后进入过来 那会不会加速注册 那些东西我们另作别龙呢 明白 甚至于我教你一个计数的方法 十个人做 不是十个 sample 你说十次钱 十个人做 突然之间发现 原来有其中一个的阳性 再继续做十次 那你想想 我们原本是一人做一次 700万人做700万次 最多是这样说 如果他这样的做法 继续混合测 测试都有人中招 那他赚多少 我当每个500元 但是他最后收哪个呢 可能未必收市民 现在政府说全部免费 那就收回政府 那这数据就直接回去了 搞定 这个就是第三个 所以如果你们以为 全民测试是730万人的钱 那大家就错了 因为用这样的方法之后 就是测试 大话怕计数 就计算出来的数 就不是730万人的钱 对了 对了 所以大家看看交税的朋友 大家了解一下 要联络工了 去了哪里 大家要理会 理会这些钱 列大夫 我都问了 其实有没有必要做 现在的全民测试 我听一下林郑月娥 今天我们录影的时候 说的时候 很多不同的组群 包括导游 这些护理人员 司机组群 老人家 不同屋邨 食肆 验出来 大阳性的 百分比 是几个单是中招 我就不记得了 数字上面的东西 但我了解的 全部都是0.0多的百分比 这些组群里面 有接触病患者 捉了去检验的人 得到阳性的反应 其实是不多的 0.0多或0.0多 其实我都觉得 是一些很西微的 一个百分比 那奴师动众 传闻 搞完 原来你的肺 原来只有0.0多的情况 那是不是要做这一件事呢 林郑月娥又蠢了 我当然是告诉别人 这么多人验完之后 起码都10% 30% 那我们谷你做全民测试 是吧 你告诉别人 0.0多的时候 那我真的觉得 没什么必要 所以完全控制之后 你就会见到十多个百分比 现在没办法 但是我可以说 既然大家 这么恐惧这个肺炎 这个疫情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 究竟你真正害怕的是什么 而当权者 或者在政策上 应用什么方法 我们又加句名言 应该不是曼德拉说的 这个是罗斯福说的 What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正正利用了这个方法 刚才老我一说 阿神仔都应该非常清楚 其实数字 其实是0.0多 我当它是 拿一万个人 可能只有几个人 是啊 究竟这件事 是否真的 导致这七百万人 属于水深 要插一插 插一插 二十多秒 对吧 必要性究竟是去到哪 我自己个人 在医学角度 建议就是 如果你需要 找到一个疾病 和疫症的模式 我们会应用 不是外国势力 但是我们很客观 BBC 和英国的研究 已经明确指出 我们如果真的要做全民的一个检查模式 我们应该要用血液 血清抗体测试 原因就是 血清抗体测试 IGG IgM 其实我们检查到7日 和10日之前 大概这个 range 这个日子之前的时间 你可以检查到 你血液已经有没有抗体 这个准确性反而是 已经接近8% 但是它 为什么说是解阳性 它没有解阳性 它只是检查不到7日至10日 之内 这段时间 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 你有没有中招 但是你要 买一个疾病 和疫症模式 和引导政府 和卫生当局 去指出一个抗疫的 一个守则 其实你是需要 用一个血液的模式 来检查 那我隔多月做多一次 就是了 就是了 所以我们说 持续性 和 Keep it all go on 的一个血液 血清检查 反而是给一个 鼻息子 或者烟色子 更加准确 持续性 然后我们就可以 能够筛选到很多 不同的类型 但当然大家 都要严格 选择 这个 你究竟抽了的资料 去到哪里 或者你可以找一些 相信信任得过的化验所 都很担心一个问题 当然 李大夫和阿神仔 都有说过 不够人做 做这么多 你要培训又 培训不接 行政手段 要多些人来做 此其一 或者他可能坊间里面 或者医管局 或者有些既得利益者 stakeholders 一定是吵犬 抗议的时候 测试做不接 你那些实验室 又没办法 那怎么办 将你们的 sample 会不会又外发 回到中共那里 可以帮你去做 如果我是一个既有利益者 如果我是一个 在体系里面的人 我会可以利用很多不同方法 靈活处理 是 原因的就是 如果我拿到 sample 其实快和慢 是我可以用行政手段来操控的 那就是证实了 我可以利用不同方法 快和慢 然后利用舆论的压力 或者不同类型的方法 来操控这些速度 还有我究竟要放去哪个位置 来做一个检查 所以来到现在 其实我们 今集 我相信 如果各位朋友仔 所以我们 真的怎么办 既然是这样 我们也是品评我们的良心 我们希望 各位 能够透过现在 民主自由 的一个力量 我们没有三波谣言 我们没有说任何 我拿出来讨论 讨论 我们只是平心而论 究竟哪个方法 较为好的 但是各位说亮的眼睛 如果听完我们的说话 你应该明白我们在说什么 刚才你说过 武汉有间叫火什么医院 火神 火神山医院 今天这个林郑月娥 又说 会在这个阿博附近 找个地 又建了火神山医院2.0 就是 彷彿把香港 变成武汉这么危险 武汉这么严重 但是过去这大半年 在香港人里面 自律的情况下 就真的没见过爆得这么严重 你封关封得好 其实我不相信 这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那有没有必要 要起一间火神山出来 说到好像香港 真的很大危机 很严重 个人都会中招 但是我又看回 中亲那些 其实 我真的不想这样说 但是这样说 我又听给网友插 笑桑来的 九十几岁 八十几岁 不动你都会死的 那 是不是真的 这么危险 就是 连壮力强的人 或者 腎仔的青春少年 都会糟糕 会死人呢 是 腎仔又做可以健身 应该可以的 我可以的 是 免疫能力 对 因为老人家 他氧气不足 他的免疫能力不行 其实 说真的 什么疾病 都可以殺死人 未必一定是 这个疾病 只不过这个疾病 的传播率比较高 其实他就像双方感冒 不过有可能是大家将他 就是太重视化 不过都要重视的 当然啦 所以你说 是不是真的要严重到 开一个火神山2.0呢 我又觉得暂时未必要 那当然啦 某个国家很缺钱 你不这样做 是 穷过你 是吧 老杂穷过老王 是啊 是啊 我又想问 既然是 就是说这个老人家免疫的情况 那 阿神仔和阿列大夫 老人家应该吃什么 提高自己的免疫能力呢 不如指点一下各位 有益有建设性的提议 免疫能力 老人家多数都是神的问题 因为我们神是先天之本 他很容易虚耗 但是我们去到 男人去到 五十岁 六十岁 都没有什么虚耗 除非他是赌王 哈哈 那以前虚耗 是吧 是吧 是用得老多 老和神都有关系 是吧 那用得多的时候 阳气去药 那没办法 那唯有吃回一些 保神阳气的东西 嗯 那是神仓的 你怎样看呢 当然啦 那他们本身不是阳气不足 那本身 六是一个 我们叫阳气之体 那些血上到上面 是啦 阳光之体 那如果你愿意去吃一些 很光强的东西的时候 会令到自己的所有热的东西 都逼出来 嗯 那如果是保神 那是什么 吃合图 合图 合图可以吗 合图可以吗 可以着亮 不过都是问中医 所以中医为何那么值钱 因为我们懂得看你的免疫能力 懂得看你的体质 然后因人而异 究竟是阴还是阳 三岁到八十岁都可以找神仔 OK 那有没有什么大老的东西 就是煮什么汤 什么食疗 都会有帮助呢 煮一下淮山 淮山 是的 因为有时候 我们香港人 脾胃比较虚弱一些 脾胃其实都会相辅相成的 那你不要乱乱去搞神 神给中医师搞 但是你说你想吃完的时候 搞什么 搞自己的腸胃 就是我们的脾胃系统 那補一些脾胃 那就是淮山 煮一下淮山竹 或者是一些淮山炒牛肉 那些都可以 三淮山炒牛肉 是的 熟的那些不行 那熟也可以 干了之后浸泡水 淋了之后再炒一下 是的 很好 大家注意 三淮山 戴手套洗 要不是癌到痕不太 如果癌到痕不太 痕不太 看这个状况 孟神的 这些东西是好的 拿些山起来 癌到人家 只会有些痕不太好笑 是的 我们又想到一些方法 好了 各位休息一下 今天要是这么多 下个星期再见 感谢观看